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活当中其实拍戏的时候交流挺多的 然后拍完戏我想冰冰也忙吧 然后我也到处非交流也不是那么多 原本两人当不成闺蜜也不算什么大事 但随后两人关系的发展却让人跌破眼镜 两人在同上某综艺节目时 现场的气氛着实是十分诡异 没被人抢过男朋友哈 被冰妹抢一遍 所以她太合适了 我演的是张子怡 张子怡 一定要去说 天哪 谁敢娶这名人 虽然很累 比如说冰冰说她愿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种 就是你有一个空间你去 那你就快点生个小孩吧 什么呀 她 她那个是完全可以控制的 对吗 你想要她干嘛她就干嘛 对 你生个小孩 小孩才不能 不仅如此 最近就有传言 张子怡之所以身陷陪睡门 幕后黑手就是范冰冰 看来做不成恋人容易成仇人 这成不了闺蜜也容易成仇人啊 不得不说 范爷在圈里的闺蜜还真不少 不过这些闺蜜大部分都是媒体给她安排的 除了张子以外 李冰冰也是其中一个 然后我在 我也看到她在红毯上的表现 我觉得她非常棒 她每一次的红毯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两个冰冰现在在娱乐圈里是风头正进 江湖上也飘着各种关于 她俩的传说 而两人的相似之处 也绝不仅仅在名字上 两人都开设了自己的工作室 投拍了影视剧 但正经了那句话 越相似越难以相处 两人不仅在公开场合多次撞山 而且在嘎纳红毯上的表现 也经常拿来做比较 我们两个也是一对老童 永远要想着对方 我们不想着媒体也要帮我们想着对方 不可以一辈子有相忘的两个人 可以说双兵真不是什么闺蜜 甚至连一般的朋友都算不上 可是为了广大网友 为了八卦媒体 他们俩可一定要把闺蜜的角色演好啊 今年年初那起沸沸扬扬的 印小天打人事件 让小编明白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不光女人靠不住 就连兄弟也靠不住 在印小天打人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 平时和印小天成兄道弟的一干朋友 单凭一面之词 就已经急不可耐地 为娶女人而插上兄弟两刀 这也促成了茶刀教的成立 而作为教主的杜淳 在印小天打人事件中 也是让小编替他的兄弟 喊心了一把 在拍摄电视剧南下的时候 杜淳跟印小天整天成兄道弟 两人一起喝酒 一起把妹 甚至连印小天玩偷菜 都是杜淳带的 在印小天的百度百科中 全中好友排名第一的也是杜淳 而就是这样的兄弟 在自己朋友出事之后 竟然不明真相就带头声讨 甚至在微博回复中写下 他炮油不成就打人这样的评论 让人不敬感慨 都说男人不靠谱 可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大S跟安以轩 原本是关系非常好的闺蜜 可是这些随着汪小飞的介入 而发生了变化 在安以轩介绍大S 跟汪小飞认识的两个月后 大小恋就修成了正果 宣布了婚讯 而据悉安以轩也一直暗恋汪小飞 但没想到被大S 坏狠准的先下手为强了 这也让安以轩感到格外的愤怒 从红娘到魏玉器到伴娘 我也不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 然后我自己也很迷茫 但是我真是没有收到邀请到她的伴娘 对 那我们要说的话 不会是让我站在红娘还是伴娘 还是情敌 还是哪个位置上 对我说的 红娘在爱上 随着安以轩的位置 由红娘变为伴娘 再变为情敌 大S和安以轩这对姐妹 私下也似乎彻底的走向了决裂 而决裂后的安以轩 在公开场合 嘲讽了大S 所以说女同胞们 没事别把自己心仪的男子 介绍给闺蜜认识 男人没了不说 就连闺蜜也没了 周杰伦和罗志 一个是卖萌的创作大王 一个是自封的亚洲舞王 两人自出道之日起 就一直以好兄弟的形象是人 但随着蔡依林的介入 两人也从此大到通天 各走一边 虽然心理不合 但面上也一直没有什么过期的言语 不过最近又有一个女人的介入 让这两个昔日的好兄弟 再次撕破了脸皮 据媒体报道 罗志祥在演唱会上 与妈妈来了个心情之问 但被一个自称周董粉丝的网友 骂为乱伦 从此双方粉丝一发不可收视 就在事态即将平息的时候 小猪的上海之行 却又被疑似周董粉丝 骂为乱伦祥 双方粉丝又掀起了新一轮的骂战 逼得周董出场 劝粉丝要冷静 小猪也发表声明 表示不相信骂人者 是周董的粉丝 但两位天王的隔空嗜好 却也挽救不了 两人脆弱的友情 两位天王 还是听妈妈的话吧 不要再挑起事端了 娱乐圈本就是个是非之地 圈里的朋友 能保持像王妃 纳英和赵薇之间的感情 实属不易 至于明星之间 真真假假的友谊 对于我们来说 也只是谈资吧 不过还是呼吁大家 多一份真正的友情 毕竟千里难寻 是朋友 朋友多了路好走